政府专家顾问孔帆毅说 目前流感和新冠感染仍未到最高峰 预计流感在一至两星期后见顶 而新冠就要七至八星期后才到达高峰 之后感染数字才会回落 现时正值流感高峰期 过去一个星期有28人死亡 亦都有两个儿童感染流感之后 分别出现幽黑和脑病变 新冠病毒亦活跃起来 化验所的新冠核酸阳性个案 自三月中起上升 政府专家顾问孔帆毅说 两者仍然未到顶 流感都未到高峰 可能还要过多一两个礼拜 签证到最高点就开始回落 社区的免疫屏障其实相对弱了 但是那四个两甲两月的流感病毒 其实不是太大的便宜 至于新冠就还要久一点点 可能去到七八个星期 先剩到高峰然后才回落 新冠新便宜株Arcturus大角星 近月在美国大幅上升 已经是当地第二主流的病毒株 孔帆毅说不排除本港相关个案都会上升 香港来说暂时我们看到一些零星的国案 我们不排除香港都会越来越多 这个大角星的一些国案 它整体来说那个特性就是它的传染性 可能再比其他的Omicron的变异病毒株 是会高了 但是在那个破坏力方面 暂时我们看到是没有太大的分别 他说大角星较容易引起眼部发炎 但是当新冠康復的时候 眼疾也会痒復 建议市民如果眼部发炎 要尽早运医生确认是由新冠所致 或者是经由細菌感染 防止印字并发症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